不論你活在莫扎特貝多芬的時代 還是活在五月田周杰倫的時代 自古以來所有職業音樂員都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要如何在群眾使用音樂的方式 以及自己作品的藝術價值之間 來找到一個平衡點 如果你做不到這件事 那麼不論你多厲害多有才華 用自己的藝術創作來養活自己 就絕對只是一個夢想而已 音樂的形式從宮廷歌劇到音樂廳演唱會 再從電台、黑膠、卡帶、CD、MP3 一直到現在變成社群媒體和串流平台 音樂本身也從當時的古典音樂架構 到現在變成前奏主歌副歌 前奏主歌副歌 橋段副歌副歌緯奏的 大家很熟悉的巴拉格架構對吧 每一個時代都用自己的方式和審美在聽音樂 也用自己的方式在歧視下一個時代的音樂形式和載體 那理所當然 我們現在的社群媒體和串流平台 就也逃不掉這個背黑鍋的命運 沒辦法 因為這就是人性 有些人認為呢 社群媒體上大眾是膚淺無知的 他們只想要看帥哥美女 也有一些人認為小眾獨立音樂是完全沒有任何生存空間的 也有一些人認為社群媒體對音樂人來說 就是一個完全沒有用的存在 但事實卻擺在眼前 明明就有千千萬萬堅持用作品和音樂能力去接觸群眾 不演戲不賣肉不搞笑的音樂人 在社群媒體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後到最後成為職業獨立音樂人 以自己的作品生存 那他們又是怎麼做到的呢 其實只要你理解遊戲規則並且願意下苦工 社群媒體就是能夠免費替你把才華展現給世界 然後為你經營起一個完整音樂事業的平台 這也是2023年整個歐美獨立音樂最活熱的話題 就是如何在社群媒體上找到最適合音樂人的創作形式 讓平台使用者和音樂創作者雙方都能夠同時獲得各自想要的東西 然後演算法呢 就會替你完成接下來的所有事情 我常常自己沒事在滑手機 然後看社群媒體的時候 也常常會滑到一些唱片公司和音樂人的廣告網或者是影片 那我最常有的感受就是哇這個人音樂做得也太好太厲害了吧 東西也太屌了吧 但是呢 如果他換一個形式做他的影片或者是換一個方式下廣告的話 那他的成效應該不至於會像現在看起來這麼慘 這些明明就是可以輕鬆避免 然後讓成效直接翻倍的事情 但是卻好像從來沒有人告訴大家應該要怎麼做 很多時候真的不是音樂不夠好 純粹就只是方法不對而已 這常常讓我覺得真的非常可惜 你好我是楊維宇 我的專長是協助獨立音樂人 利用社群媒體和串流平台 走過群眾經營最初期最困難的階段 社群媒體對音樂人來說是一個標準的人人有機會 然後個個想自殺的時代 我覺得音樂人對於社群媒體 甚至對於這個世界最大最大的誤會就是 只要我音樂做得夠好 我就能夠讓大家聽見 這想法在這個時代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因為音樂製作和群眾經營是兩種完完全全不一樣 但是卻又相互共生的專業 所以如果你沒有一些群眾經營和社群媒體的基本知識 那麼就算你是莫扎特加貝多芬 和體輪迴轉世的音樂神童 你的曠世劇作基本上也只會被演算法給淹沒而已 而且如果你的作品真的富有藝術價值又與眾不同 那麼你更需要第一批願意從零開始支持你的群眾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你做出來的會是音樂還是噪音 更不知道你發出去之後會被大家當天才還是被大家當白痴 所以藝術創作者都需要非常非常強大的心理素質才不會崩潰啊 在英國甚至有針對音樂人的免費心理諮商 你就知道音樂人的心理問題根本就是一個社會問題 而第一批願意從零開始支持你的小小群眾 就是能夠支撐你在自我懷疑的這邊大海中 持續往前的最原始動力 但是要如何經營起小小的第一批始終群眾 卻是整個花育流行音樂產業都沒有的技能 甚至是全世界任何音樂學校都不會教你的事情 所以呢才有了獨立音樂道 我把2023年歐美獨立音樂產業最新的操作邏輯 以及藉由社群媒體經營群眾的所有精髓 整理成一系列的免費課程現在就可以交給你 希望能夠幫助你在這個演算法的混亂戰場中 找到一個屬於你自己的立足點 如果你曾經懷疑為什麼其他人的音樂影片 看起來明明就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卻在網路上能夠獲得這麼大的迴響 甚至能夠莫名其妙的被演算法推薦到你的頁面上讓你看到 那我這一系列的免費課程就是為了你設計的 我會從第一堂課小眾音樂生存法則開始 告訴你歐美獨立音樂廠牌的經營方式 他們究竟是如何靠為數不多的小規模群眾做一些小眾獨立音樂 就能夠養活音樂人和整家公司 而我又是如何一個月150張專輯加週邊商品 就可以賣超過12萬台幣 而你又應該如何朝這個方向來慢慢的邁進 接著我會再告訴你 網路上的現代獨立音樂人是如何單純利用音樂能力 就能夠不斷免費的在社群媒體上接觸陌生群眾 同時告訴你我最常看見的音樂人在社群媒體上最常見的新手錯誤 讓你在未來發表音樂相關影片的時候 能夠讓演算法給你那些應有的關注 有的聽眾還不夠 我會再告訴你樂手老師和藝術家的分別 為什麼平平都是站在舞台上 大家想看的卻不是技術更厲害的樂手老師呢? 而到底又是什麼樣的關鍵因素 讓大家在音樂免費聽的時代 還會願意花錢在音樂人身上 到最後我也會告訴你 應該要達成哪些基本的必備條件 才能夠讓社群媒體廣告真正打到成效 而不會讓你把錢往水裡丟 並且幫助你建立一個24小時全年無休 替你不斷接觸陌生群眾的全自動增粉機器 這一系列的免費內容 會給你一個完整的觀念 讓你未來在社群媒體上發表音樂相關內容的時候 能夠避開那些演算法的滴雷 然後獲得你應有的成效 也讓你理解如何靠你自己主動掌握群眾的精英 而不需要永遠都在被動等待別人給你機會 只要給我你的email信箱 我就會把所有課程直接寄給你 讓你和真實世界的音樂產業接軌 並且讓你看懂為什麼分眾時代 才是獨立音樂人最美好的時代 最後呢我也要感謝樹把位從去年就開始支持我們大師課程 單續發行權攻略的音樂人 讓獨立音樂島可以持續推出免費的課程內容 把更健康更合理的經營邏輯 慢慢推廣給更多在音樂制度上持續奮鬥的人們 並且讓大家慢慢相信 其實有更健康的方式來經營音樂人和群眾之間的關係 而像大眾娛樂妥協的唱片經濟 絕對不是音樂人生存下去的唯一選擇 你的音樂很棒但是卻沒有人在乎嗎? 你覺得小眾獨立音樂完全沒有辦法生存嗎? 你想要擁有那些願意從零就開始支持你的死忠群眾嗎? 我是楊威宇 這是獨立音樂島2023年的全新免費必修課程 如果你曾經有過這些問題的話 就讓我來好好回答你吧